凯米台风过后,台风伟大雨破坏了富里乡、明里、伦天还有蚊子洞三条西底变道 为了不影响农民二旗座插秧农耕,乡公所调派机具连夜抢修 除了明里变道在28号已经清除解除封闭之外 伦天变道在29号清晨6点也抢修完成开放通行 富里乡、明里、伦天以及蚊子洞三条西底变道 被凯米台风后续的台风伟横扫 不是水淹变道、淘空陆基就是整个变道冲毁 不仅影响连外交通 已经因为缺水而延误差样的农民 乡公所这一次不想因交通变道中断而又重蹈覆车 赶紧调派机具冒着风雨连夜抢修 台北台风的影响 我们文子洞变道、明里变道以及我们伦天变道的水量 均有达到警戒值 造成我们文子洞变道目前是损毁状态 在宪府来会看后再请研议怎么去修复 有关明里变道当初的警戒指引是到 然后在我们所谓下降后 我们有请派员紧急的去勘察 看是否有任何损坏 依照目前的状况来看是目前没有任何损坏 我们公所会持续观察 除了明里变道已在28号昨天已经解封打开闸门 变道前端陆机掏空的轮田变道 也在公所以及施工单位的抢修下 今年一早6点也顺利开放通行 经由超多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然后抢修完成 暂时让大家能通行 我们也在底下用钢尾桩的方式 先把陆基基础先打稳 以应这阵子农民可能要二期到座的工作 以利他们通行 然后后续公所也会持续观察 看有没有在任何问题 也请相亲也注意安全 为了不影响农民二期做 农耕茶阳作业 相公所全力以赴 强修受台风大雨破坏的变道 轮田以及明里两条变道 目前都已经开放通行 乡长江东城除了事特别提醒用路人 行经变道要格外小心注意 至于文子洞变道 由于变桥寒洞以及道路严重陷落崩裂 今天也与县政府积极协调处理 希望能够尽快抢修回复通行 记者是越南副理采访报道